这个的话呢 这个脖子画的稍微细了一些 然后呢 这个脖子和肩的轮廓线 看起来不太符合这个模特的形状特征 从脖子到肩 它们是怎么过渡过来的 它是怎么走过来的 这个形状 这有点太简单了 直接一根线滑下来的这种感觉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相同的问题 你看模特的脖子这里是不是这样 很显然这个弯又更往里面收一点 对不对 这个形状 我们要仔细去看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画的时候是建立 是从造型的内部 逐渐的往外侧 往外部 从最明显 最简单 最好入手的地方 然后一步一步的搭建 到整体画面 是一个理解和寻找结构的过程 那么首先我们就应该去 从模特的身上 去找它的胸腔结构 然后中线 肩甲骨 一步一步的去搭建出来 整个人的体 这个结构 这样的话呢 才容易画得准确 能看出来的呢 能够确定 看模态出来的呢 也能够进行合理的猜测 我们在照片上去找这些结构 都没有关系的 这个最重要的是理解 和这个运用 在人体中去观察到这些结构 把这结构契合到模特身上 这锻炼的是一种观察能力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没有去从内部的 这个结构开始去建立 直接直奔最后的结果 然后去画轮廓 描了一些外轮廓 这样的是 这样的 是不利于我们的训练 这个要注意 就先去找胸腔 胸腔你在这个模特身上 能画准了之后 那么其他的结构 一附其上 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搭建出来 这个都是很容易画准确的 然后在这个斜方肌上面呢 别画往下弧度的些 要体现它的 肌纤维的走向的话呢 它应该是这个方向 下半部分这里是外部高 往内侧走边低 下面这两个 就是没有太多好说的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结构的话呢 基本结构都是没啥问题的 那看一下上面的这个 这个左边这个呢 也还好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感觉这个肩胛下角的位置 刚下端点太近了 稍微有一点 是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右边 这个女性模特呢 上面这里不准确啊 不对 它的头 转过去了之后 它的颈部 后面的中线 是不是就会往这边转 就是说后面的中线 应该在这里 然后它斜方肌 在颈部上的轮廓 应该在这里 这个是观察 没有观察到 这是港下肌 小圆肌 这里是大圆肌 这几块结构 有点太挤在这里了 第一个的话 第一眼看上去 也是胸腔的问题 从两个锁骨头 的下边 出发 向后去寻找 这个胸腔上面 这个圆面 你看 这两个锁骨头的下边 往后去寻找 胸腔上面的这个圆面 然后胸腔下边呢 虽然说在模特身上 不是那么容易的看到 但是胸腔的造型 有一些比较 规则的造型 可以去背一下 然后呢 再把它契合到模特身上 胸腔下端的这个开口 然后往后转的这个造型 多画一些就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锁骨 那么锁骨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小小的凸起 在图片上 在模特身上能看到 但是画在这里的时候呢 就没了 而且呢 这个锁骨和尖锋 也都画到了 被遮挡的里面 它的锁骨不应该是 这样 这样 然后 在这个位置 鼓出来 一点点 它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然后在这里呢 对应的是尖锋 这个位置上 可以在这个 准确一些 然后就这个脖子 稍微的细了一点 这边的轮廓还好 就是这边 它的方向是这样 然后下边的这几个呢 也是相同的这个问题 这个首先是胸腔 它是一个卵圆形 但是呢 它下面呢 还是有一个 开口的造型的 这样的话呢 好确定 斜方肌的最下面 然后就是 档下肌 小圆肌 和大圆肌之间 它们这个形状的比例 在这个位置 大圆肌 走过去 它应该穿到 前面去了 也就是 公三头肌 这个位置 在前面 它遮挡住 大圆肌 它遮挡住 大圆肌的指点 然后这里 这个尖三角肌 指点在这里 是看不到的 公三头肌呢 是在前 它在后 是被遮挡住的 它是被遮挡住的